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马上来就进行道歉 但是因为语言不通的问题 产生了误解 不明所以的中国选手无法判断之事 一玩是故意挑衅 单击选择了回踢对方 环境冲突在一次升级 双方教练发现后立马拉开了自己的队友 在通过翻译了解事实的原类之后 中国的工作人员立马现场进行了道歉 大国风范体现的淋漓尽致 为了进一步表示邻国的友好 我们是只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的态度专榜 亚运尊到韩国代表团登门道歉 礼仪大国的风范再次体现 可能是中国代表团太礼貌了 韩国这次有点无耻 本来就是一件小事 韩国队却不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我们道歉了两次之后 韩国代表队居然不依不饶 团长坚持就在媒体记者会中的茂安然 都发表了言论 体育绝对不允许暴力行为 即便证明中国选手已经道歉 他也必须接受公正的处罚 并且将资料等等证据上交 对亚洲奥运理事会OCA进行申诉 势必要讨回一个公道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中国代表团已经向韩方道歉 专长家运尊诚意十足 韩国队表示 不再追究此事 但是没想到在新闻发布会上来了个剧情大白转 直接要表示讨回公道要 我们还没有追究你韩国队员的所作所为 你现在居然要向OCA要说法 这么做 真不太容易 网友们都说 韩国代表团百明了 恶人先告状 但这可不是谁先告状谁有理的年代了 其他人你都不状 你就单单状我 我们中华民族的人词 可不是你们蹬鼻子上脸的接口 一个在亚运会上毫无成绩亮点的韩国 这是羡慕 是嫉妒 这种行径看起来的确卑劣 各位看官 鼻者写到这里已经戏份填膺 对于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呢 对于这件事 对呀 对呀 感谢观看